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他在俄罗斯那边信号极差 我是深有体会 所以没法给大家录真正有词 并且发回北京了 所以今天我来带班 那说到俄罗斯 最近一段时间很多人在楼底上看世界杯 觉得赌球赌树的这些跳下就行了 最近一段时间确实大家一直在对这个世界杯高度的持久的关注过程当中 我们去俄罗斯的时候 这次春月到了莫斯科也看了一场非常无聊的比赛 丹麦对法国那场谁都会晋级 谁都会出现的非常无聊的比赛 话说回来 俄罗斯有关于咱们今天要说的内容 第一条就是 俄国现在公布了很多中国游客在那边上当受骗 关于打出租车的这么一个新闻 就说很多中国游客在俄罗斯无论是喀山也好 叶卡吉林堡也好 还是说莫斯科等等这些世界杯足球赛的举办城市 打车都会有一些问题 说你这多收我钱了 你这怎么怎么着有点绕路啊 其实是这样 没去过欧洲国家或者没去过俄国的一些朋友 我跟你们说一下 我们在俄罗斯的时候打车他们没有像咱们北京说 欢迎乘坐北京市出租车 请开始打表计计费 没有这样的 他们直接就是一个手机的软件 通过软件的定位 就好像越南一样 来进行一个道路的这么一个跟踪计算算钱 但是很多的出租车其实它是私营的 除了公家 涂装是专门的 比如上黄下白 中间是黑框跟黄框 正方形叠加的这样的一个图片之外呢 剩下的都是一些私营的 而私营很多时候 我跟刘畅去看世界杯的时候 打车回酒店 他说多少钱 我就得给多少钱 战斗民族我真不敢多说 我给他一千卢布 他给我找回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但很多游客呢 他比较在乎这些细节的人啊 他真的是去计价 但是我没有计价 很多时候很尴尬 而且在国外打车的时候 尤其是像这次世界杯 他们调用了很多的社会闲杂的这些人员 去跑这个Uber 但是这个Uber其实已经在很多国家都已经凉凉了 所以建议大家在一些国外的时候 这个Uber尽量就不要去用了 而且我们相同伴的一个媒体老师 打了一个Uber 特别特别的危险 那个人给他开到了一个特绕远的一条路 我差点以为要给他怎么着了呢 所以说在海外的时候呢 能给这些比如说像咱们中国驻海外的大使馆打电话求助的 可以打 但是那种小事的话 人家一般可能也不会太帮你去解决 但也就是上你稀释凌人啊 这个花点小钱就别遇到大的困难了 但是话说回来在海外打车一定要找那种专业的 非常官方的那种出自车 千万不要上当受骗 有那种小屏幕的看看上面是有价格公里 跟整个的行驶轨迹的 这也千万不要错了 第二个要说的就是呢在网上现在包括 其实半年前我就有看过这样的朋友圈啊 两桶就是咱们农夫山泉那种大的塑料桶 拎着的那种 说是里边有一些神奇的液体 而这个液体呢是能够清理积碳 净化你的尾气 减少尾气的这些污染物的排放 叫什么什么什么神水 这段时间呢有相关的媒体进行了相应的辟谣跟报道啊 就说这里边大部分东西都是假唇啊 假唇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吧 而且呢他这个东西大多都是营销的骗子 没有对于汽车来说没有任何的作用 无非就是往里加一点假唇而已 但是话说回来这一样对于汽车的一种 怎么说 通过你不懂其中的添加剂的一些内容 不懂添加剂的一些里边的知识来骗你 这样的上当人很多很多就好像咱们在加油站加油一样 哎哎先生加班添加剂吧 您这车这么好得来添加剂啊对车好的 哎呦我这车不错呀好几十万那添加一个吧 也没多少钱 但其实那一排所谓的添加剂里边真正含有燃油添加剂 真正有用的部分的百分比能占多少呢很少 那现在咱们市面上大家经常用的比如说机腰切也好啊 或者是剑莫利也好或者是什么雪佛龙也好 他们在其中最主要或者说两大成分吧 一个叫做PEA一个叫做PEBA啊这两种主要的成分 那具体中国名什么巨什么谜啊什么的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他们分别对于整个进气系统以及缸内有不同的作用 所以说他们怎么去配比 怎么去按照各自的比例来进行配置 对于您发动机来说您说涡轮车也好 或者您缸内直喷或者您自吸的车 比如说是进气机管喷射等等等等 它是有不同的效果的 所以说了解一下相关的知识并不难 在这咱就不展开了 所以说像网上包括朋友圈啊这种微商所谓的这种啊 对你的车肯定很好什么喝绿豆汤能够长命百岁这样的新闻 少信别信多看看知识啊多会点东西比什么都重要 而且加油站的那些添加剂别用 他的事实上网上买一些别人用过的靠谱的来使用 肯定没有错啊 如果有机会的话 因为这个燃油添加剂的测试确实很麻烦 我们也在一直找一种更加良好的方式 或者找一台两台 找两台 行驶距离或者行驶公里数都差不多的一些车来进行对比 但是工况不一样 驾驶习惯不一样很难做出特别公正的答案 有机会我们会做的 那咱们来说第三条 杭州小客车呢摇号呢有新政策实施了 他们其实现在进行一个民调 而这民调里边说的是什么呢 对于老百姓来摇号 你不能只按照官方的要求来说 比如说啊你这人摇了多少次号之后呢 给你进行一定的比如说 摇号的几率的增加 这个是北京的 比如说我现在啊 摇了得有小三四十次了 现在好像是八倍还是七倍的这么一个摇号几率 但是杭州呢 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新的政策 他说有不同的摇号的次数 比如说你摇了24次之后呢 你获得两个摇号的这个续号 因为你有两个续号 跟你的这个中奖的这个几率比起来 我觉得还是两个号会更加好一些 比如说你三年没要到 四年没要到 他有不同的号赚的这么一个增加 其实给你多几个号 让你中奖的几率会更加的高 因为你给我提高了多少倍之后 其实他中奖的概率 如果你懂数学的话 我觉得还是号更多 几率会更高一点 所以说对于这个东西来说 全国可以进行一些相应的参考 对于我来说 摇了从13年 一直摇到现在一直没有要到的人来说 真的是很头疼 我现在要不是家里曾经有过几台车 我真的是没有车开了 我要从北京每天上下班 一共加几了73公里 你说我怎么来 地铁也不通很尴尬 所以说对于要号呢 我个人觉得啊 这种所谓的社会的老百姓的成本啊 真的应该 不应该让老百姓来承担 这本来就是一个道路部门的 一个道路规划的问题 如果老百姓人人都买车 那买车之后 你的城市本应该能够应付 或者说能够承担这么多的运载能力 你要进行合理的道路规划 你会进行新的 比如说立交桥啊 或者是高架桥啊等等等等 但是你不去进行这些东西的实施 你让老百姓来承担你所谓的经营 或者说正常让城市运作起来的交通成本 我觉得有点不太合适 所以对于要号来说呢 我依然是持否定的态度的 但是能让我快速要到号 我能希望这样的政策赶紧实施吧 第四个咱们要说的就是 汽车关税下调啊 上海港已经开始疯狂的运转起来了 而前段时间呢 关于这个税率的上涨以及税率的下调 包括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啊 也非常非常的火爆 而对于老百姓来说呢 现阶段很多的进口车型 无论是车型还是零件 它的税率都进行了相应的下降 而这些下降 对于我来说 我的亲身体会就是 对于一些修车的时候 比如说进口件 因为现在其实很多车的一些零件 都是国内的 而国内的这些件 相应来说税率会比较低 那我们进行相应维护保养维修的时候 价格就要便宜一点 比如说OK您买一辆卡验 那很多件都是来自于国外 包括前包围后包围尾灯头灯 各个易损件 那这些东西都要从海外进口过来的时候 相应的 它从零件 比如说现在降到了8%左右 那其实降低了还是很多钱的 对于老百姓说 还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而且还有一点 随着现阶段 很多的老百姓买车都爱买一些 比如是平行进口车 或者是图便宜 或者是图一些比较细的车型 或者是配置 都去这些港口去买平行进口车 对于这些车来说 也会有相应价格的一个降低 但是话说回来 大家前一段时间看到了 中美之间 现在将美国的进口车又开始税率涨起来了 所以感觉欧洲的进口车 更加的合适进行来购买 但是美国的进口车可能就比较尴尬了 有点要凉凉的感觉 看看这场仗最后打起来怎么样 我觉得还是可能最终还是不打了 最近随便叫号叫号就完了 好 那咱们来说第四条新闻 一个老小区里面停满了不同的车辆 无论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 最终导致医护人员的救护车 没法进入到这个小区当中 并且顺利的出去导致患者身亡 这么一个事儿确实是听起来挺 伤心是一回事儿 更多是糟心摸心堵心这样的一个感觉 因为大家其实了解北京更多的老小区 包括一些大城市的老小区 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你进小区是OK没问题我挣着开 但出去实在是太难了 我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相信如果您在看我的节目 您住在老小区里边肯定会 你说的太对了肯定会有感同身受的感受 我也是这样因为我姥姥家那个小区 真的是进去容易出来难 但是你进去容易 你出来无非就是耽误一些个人的时间 但真正救命的救火车也好 救护车也好怎么办呢 没有办法 就仅仅去医院的路上耽误了15分钟 这位可怜的患者就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您说他敢打官司去找谁 没有用 因为这个东西不是说你一间把车挪开 就能够解决这个人能生存的这么一个问题 真不是这样 这是一个整个规划的问题 这个很难去写解决 而且比如说一些外卖车辆 包括一些电动自行车 包括一些老年代步车 还有一些北京叫做残磨的这些三轮摩托车 都放在那儿 你找得着人吗 找不着人 你搬呢 威威威又响 而且呢人家还说 你碰我车干嘛 你给我碰坏了 很多东西临你之间需要协调的事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你说找这负责呢 都不是特别的准确 所以说人人心里有感称啊 如果你在想你家人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如果都堵着你的救护车的话 你愿意吗 你肯定是不愿意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能够把自己的这个社会责任担当起来 如果自己遇到这样的情况 把车停在更加合适 让别人顺利通行的地方 永远让自己的行为不会给别人添麻烦 我觉得这样的大家都能做到 那这个社会就变得更加的和谐了 这样的事情也就不会再发生了 或者也就不会真的这么无辜的去世了 OK咱们来说第五个 北京开放自动驾驶的这么一个测试道路 其实对于现在北京的这些自动驾驶的车辆 我看还有林肯相关的车型 车好坏单说 技术高低单说 我觉得本身现在就是一个为了实验 或者说为了噱头而实验的这么一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现在在北京能够实现的几率有多少呢 我觉得5%到10%都不到 而你测试来测试去 这么大张旗鼓的大肆的来报道 而这些公司无非就是通过你这个新闻 进行一些公司的新闻炒作 或者是一些正面的宣传 对他们来说可能有些包括资本 或者是对他们影响力的提升 但对于老百姓来说呢 问号有好处吗 现阶段离我们很近的这个时间段 那是真的很少的 不如他的实实的找一个离城市当中比较远的地方 他的实实的进行更加周密 更加准确啊 更加有用 更加实际的一些实验和测试啊 别再说所谓的一些城市道路来进行这个东西 真是碰着心事 你说撞了算谁的 这车保险怎么算 你说你保险公司全责 你说他全责 你说这个东西老百姓碰着糟心的事也不愿意啊 对吧 包括前一段时间包括京东有一个什么无人驾驶的一个自动的送货机器人啊 挺小的不高啊 在这个中文村在某道路上 哈这么行驶 说实话 无非就是一个对澳 我对京东又有一个新的概念啊 京东开始聊这个了 但其实对于我来说呢 那我要想说那送上楼怎么办 那送不上楼 我要跟京东师傅聊两句天 他也没法跟我聊 对吧 很多时候噱头跟实际生活差的还是挺远的 希望一些公司啊 还是能够将自己的东西用到自己的实地上啊 把自己的科技真正能改变生活 而不是用你的科技来创造这些噱头 为你自己的公司改变生活 为老百姓改变生活才是更好的 OK 那咱们这期这纽子就说这么多 那希望郑哥在俄罗斯这次行程顺利 并且好像他看的 这次世界杯的比赛应该是八强或者是四强吧 期待他能看到好的比赛 OK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